好,我们来看到这影区圈的焦点 赵又廷因为演出了痞子英雄爆红 又得了金钟奖,成了当红炸死机 现在广告还有戏约满档 但是他的父亲呢,赵树海也因此而归 就接连三档广告 不过最近爆出两个人呢 尤其呢,爸爸赵树海 插手馆儿子绯闻 还有广告演出 还有这个为了合作 这个,还有这个为了应付赵树海的人情债 多次翻脸 甚至还传出赵树海不避嫌 在金钟奖颁奖前致电给评审好友跨家常 让原本实质凌归的赵又廷 最后变成备受质疑 而又有合作广告 找上门要他们父子俩合作 但是赵又廷的经纪公司 却对他们同台严格把关 推掉不少代言机会 而这样的举动让赵树海面子挂不住 现在赵又廷每天据说回家和家人见面 不超过十分钟 而且尽量减少讨论工作的机会